美国的房市还真是差别挺大的 今天和您聊一聊 大家好 我是老院 为什么想和您聊一聊美国各地的房子的差异呢 因为最近看到很多不同的消息 美国的房市其实还是蛮不一样的 不全是像我拍的这些视频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 所以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最近的感受还挺深 所以跟大家具体聊一聊 视频正是开始之前 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手的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最近家门口这个花要开了 开了以后还挺漂亮 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花 但是这个花还挺麻烦的 它是越长越高 我想找人把它砍掉 去年的时候没有让它正式报价 他们就说 这个全部清了前面这一段 可能要1000美元 我觉得太贵 所以一直没弄 但是这个植物越长越高 还是影响里面的一个视野 这还真麻烦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住在新泽西 曼哈顿向西35英里的一个小镇上 我今年拍了不少套我们这的open house 也带着大家回顾了一下 今年我们这房价的变化 总体感觉 今年的我们这的房价确实是涨了 而且涨了不少 和去年同期比 应该有10%到15%的一个涨幅 和两年前到三年前 可能涨幅会有25%到30%左右 你比如我今天拍的第一套open house 它是一个独栋别墅 当时要价是150万美元 最后成交是170万美元 另外我拍的第一套的town house 当时的要价是40万美元 最终成交是44万5000美元 这两套的成交价 都是比它的要价要高了10%以上 我拍了大概有六七到七八到这样的房子 全部都成交 但是到现在成交价都没有出来 说明大家都是在贷款 不是全款买房 所以这个流程确实是需要两个多月 甚至于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拿到这个成交的价格 但是最近我也在网上看到了 还有一些博主说他们的房子 和两年前购住的时候跌了 而且首付款基本上有10几 20%的首付款都跌没了 我查了一下 这还真是事实 其实现在美国房市不景气 或者说成交价下降的地区 主要就集中在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 所以说这真是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在我前几年的概念里 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 一直是房价比较坚挺 房价一直在上涨的这么一个地区 我看到的视频 在那边买房子的华人 他们差不多都是在两三年前买的房 而且这个房子不能说很差 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正常的这种房子 不是那种很豪的 大概就是几十万美金 大多数还都是一个小的学区房 所以说怎么看 不应该下降 但是事实就是两三年过去了 首付款基本上跌没了 所以说美国的房价 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 首先要净低你的预期 不要想着买房就一定要升值 要明确你的主要目的 你是来生活的 你是来居住的 你买这套房子不是投资房 如果是投资房的话 那另说 如果是自住 只要你住的舒服 住的高兴 这个就没有问题 而且我个人感觉 美国的房子的好与坏 主要看这个地区的人口的流动性 人口是不是流入 人口是流入的话 房子就会涨价 如果说这个地区人口并没有明显的流入 房子多了以后 自然就会降价 因为核心就是供和求 在前两年的时候 佛罗里达和德州 都是投资的一个热门的地区 因为大家都判断 他可能房价可能未来会涨 因为他们的气候比较好 尤其是佛罗里达 适合养老 适合退休 德克萨斯又创造了很多的 不同的就业机会 所以人口在流入 所以房价在涨 但是和五年前 甚至更早的来比 他们的房价涨了很多 在美国市场上 如果你房价已经涨了很多 如果没有明显的利好 比如说又新增了多少多少的就业机会 那这个房价 自然它会有一个稳定 或者是小有回落的 像佛罗里达和德州 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房价涨了比较多 所以后面的人就不想去买房 所以就在寻找新的房价 比较合理的地方 比如像北卡 现在佛罗里达和德州 都是因为房子的供应比较多 这个供应并不是指新房有多少 而是说整个市场上的二手房 和一部分的新房 供应量变大了以后 但是想来买房的人又比较少 因为现在房价 毕竟比前几年已经高了 虽然说你看到的房子本身并不贵 可能就是几十万美元 但是愿意到这个地区 花几十万美元 买这样的房子的人再减少 所以它的房价就开始下降 所以两三年 第二个首付晚出去 这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居然思维 我也要考虑一下我们这的情况 其实我们这个新泽西的小镇 离曼哈顿是35英里直线距离 而且这边没有地铁没有公交车 能直达曼哈顿 所以说我们这儿在曼哈顿上班的人几乎没有 都是在附近上班的 周边工作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我们这儿应该也算是一个学区 但是它不是最好的学区 最好的学区一定是普林斯顿 一定是Mewen这边 我们这儿也只是新泽西前十的一个公校 多少算个学区 另外就是环境特别好 很多在这儿生活了很长时间的白人 他们可能家族几代都居住在这儿 所以一些基本盘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这几年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我们这儿 华人和印度人搬进来的是越来越多 那大家都知道 华人和印度人都是非常重视教育 所以我们这个学区也是越来越好 在新泽西的排名是逐步的往前提 所以这就是相辅相成 又吸引了更多的华人和印度人往这边来搬 所以也能对房价有一定的支撑 另外像我们镇新房是没有的 全部都是二手房 房源就是这么多 所以说大家又比较稳定 不愿意卖房 卖房的人特别少 所以供应的少 一旦出来的房子 想搬进来的人 你就得加钱 所以这房价就上涨了 而且周边原来是以制药公司多为主 但是这两年制药公司好像也不太景气 所以一直在说 也可能有裁员的情况 所以理论上 我们这的房价也不支持 一直在上涨 那我们这的房价 为什么今年能涨了很多呢 我个人觉得 第一是前些年涨的比较少 就是在两年多以前 我们这的房价在开始涨 我买的这套房子很明显 我这套房子是2017年买的 当时是接近120万美元 后来就开始下跌 最多的时候跌到了一百零几万美元 接近110万美元 到了两三年前这个房价才没再跌 也就是疫情中间了 后来在两年前才开始重新上涨 当然了这一波上涨 从110万涨到了差不多140万 所以感觉上今年的上涨 主要是因为供应量太少 就是我们这卖房子的人太少 市场上的供应太少 所以我感觉我们这的房子是属于补涨 那是因为原来涨的比较少 而美国政府又印钱又发钱 通过膨胀很严重 房子自然就会升值 我们原来没有涨 所以在两年前开始补涨 这两三年算是涨了不少 如果再往后看 如果房子的供应量一旦上来 我觉得我们这的房子也不会再继续大涨了 毕竟现在像我们买的这个房子 六七年以前不到120万美元 我们这条街上的邻居 只要是装修比较好的 现在估计卖160万 170万都是有可能的 它的装修肯定比我们家要好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升幅也是不小了 在未来升值的空间可能也是有限的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结论 就是现在2024年 你在德州 你在佛罗里达 你的房价下跌也是正常的 因为你的人口流入在减少 而你的房子已经升值了很多 所以你买在一个相对的高点 现在下降一些也是正常的 你像我们这儿新泽西 房价在上涨也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在两三年以前 在之前的这个时间 房价并没有涨 现在是属于一个补涨的一个阶段 尤其是现在卖房子的特别少 供应量特别少 所以出了一套抢一套 所以这个房价今年才会继续在上涨 而且我讲的这些确实也有数据的支撑 你比如说前段出了一个全美房屋销售的一个表 其中马省就是波士顿那边销售是最快的 第二个快的就是新泽西 所以我们这儿的房价上涨那也是正常的 毕竟房子比较少 出了一个呢就抢一套 是供不应求 所以成交的速度也是特别快 所以房价上涨 而佛罗里达的房价下跌呢也是正常 因为佛罗里达今年以来啊 它的成交量的下降是非常明显的 有的地区甚至于达到了30%的下降 大多数地区都是百分之十几啊 百分之二十的一个下降 这就是说明啊 供应量多了 就是卖房子的人多了 或者说呢是买房子的人少了 现在大家不愿意去那边买房子了 因为它的房价比较贵了 所以它的房价呢自然要下跌一些 才有人愿意去买 所以从整体来看呢 我感觉未来美国的房价相对会比较稳定 毕竟现在啊 空障还没有控制到合理的一个区间 所以美联储呢还没有开始降息 现在的利率呢还是比较高的 整体经济比较稳定 没有变得那么好 整体的人口流入呢也是有限的 所以现在的房价经历了过去两三年的一个上涨 我判断未来啊 应该是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这样才正常 不过话说回来啊 美国这个买卖房屋的这个办理手续这个过程还真长 你看我今年拍了这么多套啊 最开始一套二月份就开始拍了 成交是三月一号就公布了 但是到现在啊 这么多套只有两套出了价格了 其他的我拍的都还没出价格 我也呢会在未来啊 关注等到价格出了以后呢 我会给大家做一个表 列一下我们这个社区啊 今年成交的这些变化的具体情况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拜拜